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年10月24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其审理的演员蒋勤勤诉成都商报社侵害名誉权一案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侵害了蒋勤勤女士的名誉权 判定其向蒋勤勤公开赔礼道歉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维权合理开支 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日前 从律师处获悉 被告表 释放弃上诉 接受判决结果 并约12月2日 在旗下台资网上发布致歉声明 今年7月 被告成都商报社在其主办的谈资网 和其官方APP平台发布了一篇TV5X被蒋勤勤散了的前半生 比马XX演的还要带感多了的文章 恶欲编造了蒋勤勤横刀夺爱 涉足他人感情 破坏他人婚姻等虚假内容 并使用诸多侮辱性词语 该文章发布后 在网络上引起广泛争议 一时间各种恶意揣测 道德绑架 口诛笔伐的发酵 使得蒋勤勤本人及其家人遭受了网民毫无底线的人身攻击和暴力谩骂 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致歉声明提起诉讼后 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成都商报社 确实做出了涉及原告蒋勤勤敏誉的不实报道及蓄意捏造 其发布的涉案文章中对于 原告蒋勤勤的相关评价 建立在未经核实的信息基础上 并且带有明显的错误导向 侵害了原告蒋勤勤的名誉权 本判决不仅对蒋勤勤本人及相关类似事件具有一定意义 对于整个网络生态亦有警示意义 在此 也提醒广大网民 网络是把双论件 在行使言论自由的同时 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 对于网络信息 特别是一些匿名用户发布的信 西 不要轻信误传 更不能借题发挥 杜撰 不随意捏造 诽谤他人 以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国近几年来 对于网络造谣 传谣已开始严厉打击 涉及于此 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判 警示大众尊重人权和法治 怀孕两次遭男友威逼堕胎 竟被好门少爷娶回家 送八亿彩礼家豪车来源东方头条林小冉的情感之路 非常的坎坷 与著名导演燕坡的恋爱长达七年之久 期间流产过两次 可算是情深一重 为烟铺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但最终还是没有修成证过后来 李小冉与徐嘉宁领证结婚 徐嘉宁是著名的金牌制片人 身家也达到数十亿徐嘉宁 为李小冉在乡 刚买下的豪宅价值八亿多元人民币 当作彩礼 李小冉的座驾是一辆奔驰至55豪华越野车 朱孝天回应发福 树在家里无人使 肿着表演被唾弃来源 网易娱乐之前 朱孝天在微博讲述这些年发福的原因 称是因为自己得了一种 较纤维基痛症的病 虽然经过多种锻炼 但仍没办法恢复到之前的身材 非常的令人心疼 近日 朱孝天参加某商演在被制身材 发福满面油光 12月3日 朱孝天对发福再次回应 并刺黑道 受宰 家里无人使 肿着表演被唾弃了 12月3日晚 朱孝天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发福 做出回应目对 写道 这阵子天气冷 病又犯了 因为吃药缓解 所以人又肿了 本来是不想露面的 可是合约衣物必须履行 其实不想多做解释 只是这两天被所谓媒体的深深恶意给伤害了 我感觉自己像驼屎 被一群苍蝇给围着 偏偏自己没有腿 躲 都躲不了 树在家里无人时 肿着表演被唾弃了 此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安慰 称 不要理那些无聊的人 健康重要 孝天哥加油 挺你 你永远都是最帅的西门 没有哪个版本笔内上 一直记着你的处留香 演技相当了的 孝天哥哥做自己就好 分享 在相关日读 太阳承认过失 二日配合警方事故调查 来源 网易娱乐剧台湾媒体报道 韩国少女时代队长太炎 11月28日在江南发生三车连环撞事故 有目击者指称她的车上 还载有一条黑色贵宾犬 疑似是引起车祸的主因 事隔将近一个礼拜 她二日晚上接受将近20分钟的调查 她承认车祸发生原因 完全是自己的错 但与狗狗毫无相关 太阳 二日晚上接受警察局调查 坦言是我没有好好注意到前方的路况 完全是我的错误 才会发生车祸 至于有目击者表示车上还有一条狗狗 她也认为当时确实宰着狗 是刚出生三个月的幼犬 正在狗龙内睡觉 以本次车祸无相关 将近20分钟的调查流程 在三日曝光 对此 有网友爆哄医疗人员 因为她是明星 就先行让太阳接受 治疗 对此 经销人员也在三日接受媒体 访问澄清 因为当时太阳表示 有胸痛的症状 因此才会先行治疗她 绝对没有特权这回事 太阳28日在首尔 江南区发生追撞车祸 造成三车 三人意外受伤 然而事件爆爆发后 不断爆出各种负命消息 不仅被爆她享有明星特权 先行接受治疗 车祸三天后 她的IG又晒出 FM年末演唱会的新 宣传影片 被认为发布时间顶不妥当 虽有可能是FM经纪公司 还定着计划 但负命声浪 没有因此消停 在韩先起极大的讨论 分享 在相关日读 朱孝天回应发福 树在家里无人使 肿着表演被唾弃来源 网易娱乐之前 朱孝天 在微博讲述这些年发福的原因 称是因为自己得了一种 较纤维基痛症的病 虽然经过多种锻炼 但仍没办法恢复到之前的身材 非常的令人心疼 近日 朱孝天参加某商演 在被指身材 发福满面油光 12月3日 朱孝天对发福再次回应 并似黑道 受宰 家里无人使 肿着表演被唾弃了 12月3日晚 朱孝天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发福 做出回应路对 写道 这阵子天气冷 病又犯了 因为吃药缓解 所以人又肿了 本来是不想露面的 可是合约义务必须履行 其实不想多做解释 只是这两天 被所谓媒体的深深恶意给伤害了 我感觉自己像驼屎 被一群苍蝇给围着 偏偏自己没有腿 躲 都躲不了 瘦在家里无人使 肿着表演被唾弃了 此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安慰 称 不要理那些无聊的人 健康重要 孝天哥加油 挺你 你永远都是最帅的西门 没有哪个版本笔位上 一直记着你的储留香 演技相当了的 孝天哥哥做自己就好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在相关阅读 内容 我用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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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诀 感谢观看